消防员在实际灭火作业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以如高楼起火 撤退困难 毒气泄漏等 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消防员的生命安全 为了应对这些难题 防爆灭火特种机器人应运而生 个头不大 本领不小 消防员到不了的现场 他可以 机器人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发射炮 它有柱状和分散状等多种喷射方式 能够消灭各类火星 这款防爆灭火特种机器人的本领究竟有多大 战场见分晓 它的发射水炮最大水量能达到每秒钟80升 最高射程能达到85米 它巧妙地利用了结构重心的不同分布 最大限度控制机器人在爬坡过程中不翻车 再配合内部强劲动力系统和悬挂减震系统的共同作用 可进行大角度爬坡越障 让它能够轻松跨越实际作业中的障碍物 这款防爆灭火特种机器人是使用远程控制的方式 通过手持遥控中端来完成工作任务 遥控端两边的遥杆是用来控制机器人行动方向 就像是遥控汽车玩具一样 操作简单方便 如果机器人没电了 还可以通过喷水后产生的后座力 反作用到电机产生电能 完成一定时间的续航 它自带双重水木自喷林降温装置 当机器人检测机身温度过高时 就会自动喷出水木 在机器人的最后面 有两个接口 可以拖着两条水带冲锋陷阵 机器人工作完成后 还能通过电磁感应 将装置内的铁芯依靠磁力垂直拔出 弹簧释放适能将水平弹出 完成水带自动脱落 轻装返回 防爆灭火特种机器人 已经在消防工作中应用 相信在未来 还会有更多特种机器人 加入到各行各业的特种作业中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